在大学校园里已经出现了所谓的八年级世代 而这些被认为是草莓族的年轻人 出生在台湾经济蓬勃的年代 但是他们现在长大了 面临的却是景气衰退 有越来越多家庭供不起小孩念书 大约有三成的大专学生 必须要靠着就学贷款才有钱注册 这些年轻人还没有开始赚钱 身上就已经背了几十万元的债务 他们的职业生涯可以想象 一起步就会显得好沉重 因为家里单轻 可能就是经济状况不太好 对 经济上有一些问题 对 我妈妈就是说要念书就要自己想办法 这位大一新鲜人 每周上课不到二十个小时 可是却要花将近四十个小时打工 才能养活自己 所以你这样白天这么打工的话 你这样平常感觉上课会太好 有时候会想睡觉 就会忍不住就打一下可睡 那这样学习教会不会好 就还顾得去 可以欧帕斯就好 他可能大部分时间都忙于打工 为了要吃饭 那这样一定会影响到他的学业 所以我觉得这个贫富全书造成的问题 蛮大的就是说有钱的小孩 他可以比较专心的读书 他不用去忙着打工 像陈姿云这样的大学生 不只要打工赚生活费 每个学期五万元的学费 也必须求助于就学贷款 让一些经济弱势的可以透过贷款 然后暂时不用担心 但是我们觉得用助学贷款 不是根本解决的问题 在大学毕业之前 就已经有四十万的负债 等着陈姿云 在学业和经济的天平上 大学清贫族 只能在现实的压力下低头 经济还是第一考量 如果真的不行 还是会先放弃学业 记者罗盛达楼亚军综合报道